让我再来试试其他的神物 就先拿这个大嘴傀儡来好了 不是 不愧是你创造的神物啊 别夸我 我会骄傲的 不是 你设计造型的时候 到底脑袋里想的是什么绝世2DL 哎呀 我知道我这次的设计很成功 稍微夸一夸就行了 我 算了 不止往上了 去复看看吧 再试试下一个 是雪独熊怪 我感觉阿飞最近不仅是品味越发清晰 就连起名也是越发诡异了 大宝 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呃 没什么 这次这个配色还挺统一的嘛 应该瞅不到哪去 嗯 不是 你真棒 设计的怪物太酷了 是吧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不过他们为什么不会跟着我走呢 嗯 因为他们的杀伤力太大了 所以我默认 驯服时是取消跟随的 你确定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长相杀伤力太大了吗 我来几只 或是 你也要来帮忙啊 让我体验一下大牢的感觉 大宝 你这也太幼稚了吧 哎呀 机会难得嘛 现在不是更呆和时 虽然他们长得丑了点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 这威慑里也是一绝啊 走在路上 别说横着走了 横着爬 估计大家都要乖乖让出一套路 可算了吧 待会可别因为阻碍交通被请去喝茶了 不至于不至于 我心里我心里还是有点AC数的 我心里还是有点AC数的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 好 现在就是大佬激大宝的出厂时间 看看这一排场 看看这一排场 还有谁敢拦我 兄弟们 给我打 嗨 也就是这里是我的试验场 没有无辜村民可以让你试验一下当大哥的感觉 不然你要是进去了 我可绝对不会去接你的